霹雳水务局今天在宜保花园东区蓄水库 进行水管连接和测试工作 希望一劳永逸解决长期困扰当地居民的断水和水压过低的问题 我们没有足够的用途 地方够了 口就够了 压力经常有大又有小 总之够的东西就要换了 幸好就换完了 当地蓄水库年久失修 无法正常操作 多次水管破裂导致居民经常面对长时间治水的困扰 经过人民代议事不断在州议会上提出这个问题 州政府终于在去年拨款265万令吉展开维修工作 行动党贵河区州议员崔兹恩 在医保市议员林耀迪和李思豪的陪同下 前往蓄水库了解测试工程 并且表示希望维修工程全面竣工后 有关地区的水工问题能够迎刃而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吴河区州议员民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吴河区州议员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